七年前呢 是在我爸公司上班 但是因為在自己家公司上班 員工是不敢管理 我每天在公司呢 就沒事做 所以我爸每天就叫我阿董 道徒不起呢 阿董 所以我就偷偷存了一個月的工資 九千塊錢人民幣 來到了上海 然後剛好呢 我有個台灣朋友 在上海的愛奇藝工作 就誤打誤撞進入了廣告行業 我的家人 還有包括我爸的員工 因為他們都看不起我 每天都在打賭 打賭我說我一個禮拜回去 或者是一個月就回台灣了 七年的努力之後 我現在已經是一個農曆廣告行業 七年前呢 我是在我爸公司上班 但是因為在自己家公司上班 員工是不敢管理的 所以呢他們都不敢給我任何工作做 我爸呢 就分布了 叫我去掃地 插車 然後看哪一個員工在摸魚 那這個看員工在摸魚 這應該是攝像棚的工作吧 然後呢每天在公司呢就沒事做 所以我爸每天就叫我阿斗 到付不起了 阿斗 我也不可能一輩子被人叫做阿斗 所以我就偷偷存了一個月的工資 九千塊錢人民幣 來到了上海 付了一個房租四千塊的 然後之後呢又去辦了電話卡 還有包括我後面的吃喝 我身上其實只剩下兩千多塊錢人民幣 每次去面試一家公司都不要我 因為他說我沒有工作經歷 也沒有在大陸工作的資源 當時就是投了非常多的簡歷 然後就去面試了一家說是賣清潔用品的 結果沒有想到居然是在路邊擦鞋 那我也不可能一輩子做這種工作嘛 然後剛好呢 我有個台灣朋友在上海的愛奇藝工作 就誤打誤撞進入了廣告行業 家人還有包括我爸的員工 因為他們都看不起我 每天都在打賭 打賭我說一個禮拜回去 或者是一個月就回台灣了 七年的努力之後 我現在已經是一個獨立訪問人 中間還經過了幾家大的訪問公司 然後還有一個某大廠 我這段工作的期間 我也可以拿過了非常多的獎項 所以我都說我來上海 是花我爸爸給我的錢 但是我沒有靠家裡 也有任何一點經驗 然後呢去年年底 我爸轉了100萬台幣給我 這幣錢是第一次給我轉錢 這在我半夜 我只是一種心情很困難 我就在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們七年來都沒有看過我一次 第一次都是我們自己一個人 在上海打賭起來的 他決定會了100萬台幣 所以很多網友說 我在上海服務正業 然後我是一個頑固子弟 但是我卻可以告訴你們 我是有正當工作的 正遇到了人生的瓶頸 脫出四圈 然後勇敢地去闖出另外一頁